新疆牧民捡到离奇怪猫 吃养又吃鸡满嘴獠牙 专家看后下的连连后退 竟然是比大熊猫的 还稀有的罕见物种 张培伟看着角落里满嘴嗜血的大猫 瞬间后背发凉 好心救助竟然惨遭报复 差点闯下大祸 家住新疆伊犁的张培伟 世代以放牧为生 家里养着上百只鸡和几十头羊 全靠买卖牲畜养活一家老小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引狼入室 酿成大祸 2008年7月的那天 惨烈画面至今让他难以释怀 那天一大早 张培伟像往常一样 饭都顾不上吃 就先跑到羊圈和鸡窝查看情况 结果一开门就发现了不对劲 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平常一见人就饿得嗷嗷直叫的羊羔 吓得瑟瑟发抖缩成一团 张培伟走进去一看 瞬间头皮发麻 心凉了半截 羊圈角落里大片黑红色的血迹 一只羊的身体被直接掏空 只剩下满地的骨头和羊皮 整个画面十分惨烈 张培伟激动之下 忍不住呕吐起来 家人听到喊叫声 都跑来围观 被眼前的惨状 吓得心惊胆战 到底是谁如此凶残 张培伟最先反应过来 赶紧把幸存的羊群赶到院里 一检查才发现 门窗全都完好无损 更离奇的是羊群一到晚上 就被张培伟赶回家 关在密闭的屋子里 连锁都是早上才刚刚的打开 一转头 突然发现两双诡异的眼睛 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张培伟这才发现 自家的两只大猫 嘴角全是血迹 这下他彻底慌了 猫竟然会吃痒 简直闻所未闻 收拾好残局后 张培伟赶紧请来 经验丰富的朋友帮忙 当初刚捡下山石 两个小家伙还是小奶猫 结果没养多久越长越大 和普通家猫 比起来体型十分彪悍 再加上浑身不满斑纹 简直前所未见 这该不会是两头豹子吧 听了朋友的猜想 张培伟极力否认 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一手养大的可爱小猫 居然是猛兽 可接下来两只猫的诡异行径 让它越想越心寒 自从开过婚后 原本家常便饭就能养活的大猫彻底白烂 对送到嘴边的美食看都不看 眼看大猫绝食抗议 张培伟十分心疼 专门买来新鲜猪肉投胃 时不时还杀几只鸡给加餐 从此两只大猫彻底胃口大开 食量惊人 一家人损失惨重 有苦难言 自从吃羊惨案发生后 两只大猫就彻底横霸羊圈 张培伟为了保护羊群 无奈之下另寻地方安置 就这么不清不楚地养下去 也不是办法 一旦两只大猫发怒伤人可就糟了 犹豫在三后 张培伟心一横 把大猫的照片和来龙去脉 传给了有名的动物专家 结果专家不但亲自上门 就连民警也跟了过来 注意看 专家怀里长相呆萌的小家伙 明明是性情凶猛的雪豹 却变得异常乖巧 任人遍布 两只猛兽到底经历了什么 事情还要从五个月前的一次放牧说起 赶着羊群外出放牧的张培伟 意外在一个草丛里 发现两只被遗弃的幼崽 前一天晚上 山里刚下过雨 两只小家伙浑身不满花纹 躲在草丛里相互依偎 被冻得瑟瑟发抖叫声十分微弱 山里一到晚上气温骤降 要是扔下不管绝对活不了多久 张培伟看着像草原上的花猫幼崽 大小是一条命 赶紧喂了些热水和干凉碎 一直等到傍晚都不见有大猫的身影 眼看羊群吃饱喝足 张培伟没多想一下抱起来都带回了家 家里大大小小 又是鸡又是羊又是狗 养了一院子的动物 母亲见儿子突然带回两只小奶猫 十分惊喜 为了把两只小家伙救活 专门买来奶瓶和牛奶 不分昼夜定时起来喂奶 在一家人的悉心照顾下 两只瘦弱的小家伙精神大好 成功活了下来 一天天慢慢长大 变得十分粘人 因为长得虎头虎脑十分可爱 一家老小都很是喜欢 自从断奶后 就成了饭桌上的常客 一天三顿主人喝粥就跟着喝粥 主人吃肉就跟着开婚 就连睡觉都要赖在张培伟身边 活泼好动 十分粘人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张培伟慢慢察觉到了一样 两只小猫个头长得飞快 和一般的小奶猫比起来 体型十分彪悍 而且越长越大 又高又壮的体型 看着威风凛凛 张培伟十分自豪 后来家里实在放不下 一商量干脆安置在了羊圈 张培伟做梦也没想到一片 好心竟然会引狼入室 一到羊圈 肥瘦的猎物彻底激发了 大猫的野性 搬家没几天 一只羊就惨遭毒手 被两只凶猛的家伙咬死后 血肉被啃食的一干二净 打又舍不得打 扔又舍不得扔 张培伟只能无奈认栽 把羊群牵出羊圈 谁曾想从此以后 两只猫变本加厉 对普通饭菜不屑一顾 钟爱各种动物的鲜肉 身形也越长越大 身上的斑纹逐渐长开 越来越像一只豹子 张培伟每天心惊胆战 小心照顾 村民们也纷纷赶来看热闹 对大猫的身份众说风云 收到求救后 新疆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专家刘凯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一眼就认出了两只幼崽的真实身份 雪豹 世界宾为红色名录里 记录在侧的珍稀物种 也是我国明令禁止捕杀 和私人饲养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已经很久没有露面 就连专家都被当场吓到 激动的反复检查 大猫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 怎么安置 却让众人犯了难 事情一经曝光 张培伟一片好心 为何又会背上作秀的骂名呢 好心救活濒死雪豹 把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养的雕肥体胖 却被质疑炒作博眼球 村民张培伟究竟是无辜受害 还是另有隐情 在野外无意中救回来的小奶猫 竟然摇身一变 身价暴涨 成了珍稀的国宝 被专家发现时 体重已经在张培伟一家的悉心照顾下 飙升到了30斤 不但个头直追成年雪豹 食量更是与日俱增 自从开婚后就胃口大开 从以前的一只鸡 到后来一天就要吃掉七八斤肉 时不时还拿几只活鸡加餐 一天两天不是问题 但时间一长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张培伟的母亲愁容满面 每天光是把这两头猛受胃饱 就是不小的难题 家里虽然养着上百只鸡鸭牛羊 但一年到头 一家老小全靠这些牲畜维持生计 眼看辛苦养的老母鸡 一只又一只被吃得一干二净 张培伟也翻了难 自从知道了大猫的真实身份 每天提心吊胆 恨不得寸步不离看着雪豹 生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啥闪失 也怕它们一个不小心 偷跑出去伤了人 专家商议过后 决定保护中心 在找到合适的安置所之前 两只雪豹还是由张培伟暂时看管 张培伟二话不说接下重任 但养了没几天就出了事 两只雪豹竟然站不起来了 这下遭了赶紧拨通专家电话求救 工作人员赶来一看才发现 两只小家伙由于被圈养的时间太长 每天关在房间里除了吃就是睡 晒不到太阳身体免疫力下降 从此张培伟除了卫食 还多了一项重任 暗示暴雪豹出门晒太阳 照顾雪豹不是问题 小家伙从小被一手养大 听话又粘忍 除了吃饭和普通大猫没啥两样 一有空就围着打打转 在院子里嬉戏打闹 画面十分温馨 只可惜这种和谐场景 没过几天就被彻底打祸 在媒体的报道下 卡拉亚嘎其村的雪豹 登上各大头版头条 十里八乡的村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 为了一堵真容 纷纷赶来凑热闹 一时间原本无人问津的小院 挤得水泄不通 一天将近上千人赶来看热闹 雪豹生性敏感 在陌生人的围观骚扰下 背下的缩成一团食欲大简 几天下来不但身形消瘦 就连精神也萎靡不振 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后 为了保护雪豹 每天出动民警日夜轮班 不让步伐分子有可乘之机 人红事非多 张培伟的事迹一经曝光 各种质疑诋毁就接踵而来 有人觉得他好心捡猫的故事纯属胡扯 愿意摆养就是别有用心 张培伟十分委屈 但也只能默默承受 半个月后救助中心再次上门 已经给两只小家伙 量身打造好了小窝 经过专家的野化训练后 就能放规野外栖息繁衍 尽管半年时间无意中捡到的小猫 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 但相处下来感情深厚 临别之际特意合影留念 就筈儿 不做写真 预废 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